建制二五仔 政治核彈 炸死曾玉成 好像研發 跳手未門 脫漏都未夠醜怪 建制這麼好玩爆鑊聲 究竟誰在這個時候放了呢 小二 來兩斤花生 脫漏事件之後 港府和中聯辦都迅速撲火 不過有人夠膽在這個時候 鑊聲爆大鑊 背後很可能有人撐腰 翻問內部有流傳 不排除是阿爺中的阿爺權鬥 由習大大和江派的張德剛上演 洩漏聲就肯定是建制內鬼所為 不會是技術失誤解釋到 唯有用這麼大粒政治核彈 才可以涉及到港澳政策的最高層 我覺得是非常不開心 脫漏事件之後 全有商界中人策動推倒林健鋒 又有傳出事的政黨可能要換人 不知是否有人想爭上位 在這個時候向重傷的建制派再插一刀 我自己心裏都很不舒服 對不起 對不起 加上有人謠傳劉王叔會遲去立法會議席 又有左派元老公開要求建制派換血 都顯示到可能有人想逼某些議員退位 不排除會和等著上位的人合謀爆料 之前一直都傳證政改方案否決的話 CY連任的機會就會大增 今次虧物最大的受害人 相信就是曾鈺成了 雖然他說過不會在2017年參選特首 不過有政界中人就不排除 有人都是不放心 預先出定暗戰打殘曾鈺成 不選都對付了先 有建制派議員就對誰放料心中有數 不過就不肯開名 言談之間只是用那條友仔來稱呼他 我只可以說我是覺得很難過很遺憾 另外有建制中人分析 今次可以人格謀殺曾鈺成 亦都可以一波打殘民建聯 那民建聯死了誰最開心 如果了解建制中的政治角力 他就認為和民建聯直接爭票員的 新聞黨或者工聯會最有可能是二五仔